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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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我们心的安住处 也是我们生死睡醒的地方 最重要这里是向往涅槃的地方 也是成功与快乐的全员 结如希望自己生命获得成功与快乐 天母女主师重新发现回来教导我们而已 这个修行方法就传承到法圣师父时代 发圣师父目前还健在 师父也在关心各位的修行 希望全球弟子们能早一点 证得法神体悟到内在的快乐 能如主师所教导的 体悟到内在的佛法 去验证佛法 所以我们先向主师跟法圣师父顶礼感恩 感恩主师跟法圣师父教导我们修行静坐 感恩 天天拜师 法圣师父在十多年前有开过孟中孟幼儿园学校 我们吉林法乐园节目就是借用法圣师父 开示过的内容来给各位补充解释而已 佛法虽然神奥但容易证得 初步修行各位不能动脑不能研究分析什么 要学幼儿园的方式简单轻松舒服的宁静在体内地区中心处 当各位的修行境界幼儿园毕业后马上获得博士学位 能学习法教里神奥的法想要学吗? 法教可以比喻成这个木片 最外围是仪式跟文化 当佛教存入了哪个国家 就会入境随俗 意识跟文化可能会变 所以不要把重点摆在意识跟文化而已 要把重点摆在理论时间跟验证 然后重视修行 让自己能证得法神 验证法法 因为各位的时间有限 要把重点摆对地方 我们复习昨晚的课一点点 我们复习昨晚的课一点点 内容也相当多 西北国 西北国与西南国本是源自一国 父子一家分自南北两国 父亲是治理西北国的国王 西南国国王是行为如同流氓般的儿子 联国作战 联国作战 源自西南国的蛮横 不安分 经常派遣出军队 越进入亲出街国王帝国的西南边疆 甚至严重的伤害民众 洗劫与烧毁民宅的恶行 让当地居民饱受惊吓 苦不堪言 只好纷纷迁移逃离该边境城市 出家国王多次派遣大使到西南国交涉和谈判 希望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 无奈西南国国王常常耍赖不守信 可是心非的对大使应诺 会尽快处理追究军队扰民的事 可是背地里却一再下令 干下 警戒等恶行 出家国王看到和平方式处理问题没有效应 反而令西南边境地区的居民一日比一日不胜其苦 终于决定要以最严厉的方法 教训西南国国王 下令大军去降服行为如同流氓的西南国国王 经过一场激烈大战 打败了西南国 并下令军队闯进皇宫 捕获西南国国王 给予惩罚处分 出家国王的军队打了胜仗 长驱坠路到西南国的国度 宣布占领了西南国 捕捉住西南国国王之后 为了防止他的逃离 出家国王下令用沉甸甸的铁球 牵系住他的左脚 阻扰他的行动 松手也扣锁上铁链 古代都是这样啊 针对他派军抢劫边境城市的百姓 也烧毁民宅等流氓般的行径 给予严厉训斥一番后 下令军队押送他赤脚步行 回出家国王的国度 将他囚禁入牢 西南国国王被押送回都城的路途上 沿途经过一些民宅村庄时 国民百姓因为曾经遭受他的抢夺 我与欺凌之苦 纷纷生气的对他辱骂和扔至石头 令西南国国王颜面扫地 尊严尽尸 西南国国王被押抵出家国王的国度后 立即被囚禁在老玉里 老玉里面 老玉里面 必是过不给他抵赖 搅拌醉过的机会 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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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的视频 不过已经过了7天 都是诵经的声音 不要紧 都是我们的功德 西南国国王在老玉里 就尽了一段时间后 戌家国王才协定把他带过来 让他知道 如果按照戌家国王帝国的法律 西南国国王的罪行必定被判处死刑 责问他现在可知道 后悔这几过去所犯下的错误行为 事实上西南国国王在被押送到都城的途中 以目睹这几罪行所留下的破坏 那些备受凄苦的市民沿途上的唾骂 终于让他醒悟和后悔 囚禁期间也禁思不少 明白不再犯错的悔过 初阶国王非常慈悲 见他愿意忏悔过错 也能真心宽恕见他释放 其实初阶国王珍惜每一个生命 从来没有想要杀害西南国国王或者任何一人的性命 但初阶国王之所以这样做 只不过为了训斥 西南国国王令他思过 对百姓之苦能感同身受 能为自己的罪行 认错与忏悔 况且也希望其他国家的国王能借鉴此件事的教训 别以西南国国王作为榜样 随心所欲 满恨地侵犯其他国家 初阶国王 初阶国王饶恕西南国国王时也训导 西南国国王说 从此以后应当以法治理国家 别再任意滥用王权干坏事 也别行恶 伤害自己国家的百姓或其他国家的百姓 西南国国王应诺听从初阶国王的教导 今后将遵循依法治理国自己的国家 初阶国王得到西南国国王承诺后 便下令释放他回国去 他回国了 我们就打坐吧 跟全球大众经常抗议 夜晚的黑暗中 也有星光 祸中也有福 障碍中也有机会 透过修行静坐 对世界现况 和不正常的生活 感到心烦的这颗心 也能体会到快乐 所以现在开始 请大家 一起闭上眼睛静坐 轻轻轻轻轻轻地闭上眼睛 眼睛为家 舒舒服 舒服服的闭上眼睛 放松整个身体的肌肉 让自己感到舒服 没有任何部位 放松全身的肌肉 放松全身的肌肉 整个身体 从脸部 从脸部 头部 头部 颈部 肩膀 直到手指尖 让身体 让身体的两侧 都感到放松 双腿直到脚指尖 全身舒畅 保持内心的清爽 开朗 开朗 清静 清静 透明 没有担忧什么 不管任何事情 都放下不理 放下万元 不管世界现况 是怎样 把伤害 我们心的 那些事 都忘记掉 现在是和平的时刻 是我们 能送给自己的 礼物 方法很简单 把平常到处跑的心 接引回归体内 想象自己身体是空的 没有任何 没有任何内障 没有任何内障 就像宽阔空旷的地方 接引心 接引心 回来 安住在体内 把心 轻松的安放 大概 安住在 肚子的中心 或哪里 或哪里 舒服 就放在 哪里 让心 轻松 舒服的 安住在 身体 身体的 中央处 中央处 如同 如同 羽毛 慢慢的 飘落 水面上 不让水面上 产生 波纹 让自己 连续的感觉 心 已回归 体内 轻松的 安住在 体内 我们可以 轻松的 意念 自己熟悉的 画面 比如太阳 月亮 或天上的 星星 内心 只有 那个 画面 心 才 不会 回去想 去担心 其他的 东西 轻松 舒服的 唯一 是在 在 那个 画面 如果 这个 意念 不 舒服 就 重新 开始 或者 意念了 却回去 想 别事 我们 就 简 简 简单单单 舒 舒 舒服服的 重新 开始 我们 也可以 在心中 轻轻的 默念 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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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 摸 阿拉汗 SAMA 阿拉汗 SAMA 是真是善的意思 阿拉汗 是远离 让人生受苦的 那些不清静的东西 SAMA 阿拉汗 即是精华心的正确法 让心 真的 人人可得的 最清静境地 我们要继续默念 SAMA 阿拉汗 让默念的声音 从我们身体的中央处 慢慢地散发出去 心才能专注在 我们所观想的画面 和默念的声音 当我们天天不停地练习 我们会神奇地发现 自己 也能让心指定 虽然 只是小片段的时刻 每天 继续做 直到自己 能自然地 做到 如同 吸气 吐气 一样 不用动脑 也能呼吸 我们 我们就能 训练 让心 远离 一切不够 让心 清静透明 清静透明的 这颗心 能连接 内在的 清静能量 防护体外 所有 不清静的东西 清静的心 将让我们 想好事 说好话 做好事 这是 现在人类 所缺乏的 就等于 我们正在帮忙 保护世界 全世界各地 静坐 所产生的 清静气息 将散发出去 保护地球 维持 是 您 正在 清静 中 他在我们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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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我们体会到自己体内 清静能量的来源 就可以开始想象 内在清静的能量 朝四面八方 慢慢地扩大 静静的意念 此清静的能量 是一颗透明的球 慢慢地扩大 笼罩的我们身体 再从我们身体 扩大 覆盖到家人 邻居 而却求着泪 无论是任何人 我们都把善意 和清静的能量 传送给他们 把充满着爱和关心 传递给每个人 愿每个人 都远离生命的危险 大苦 大苦化为小苦 小苦就能脱离痛苦 少了 变成大了 已经很快乐的人 就更快乐 想象我们 正在把善意 传递给全国人民 邻国各国各地 无边无际的地方 让全球人类 深信快乐 无相同情了解 无担忧 无压力 无烦闷 和一切疾病 让此清静的能量 回向给 历代祖先 父母 亲戚朋友 不管已经往生 还是活着的人 都愿他们快乐 具有心理 脱离痛苦 灾难 疾病 一些障碍 一些众生 也愿他们快乐 脱离 一些痛苦 灾难 灾难 愿此清静的能量 渗透人类 和众生的身心 净化人类 净化人类 终生 和世界 无清静的六界 如同我们 正在净化 这颗地球 这颗地球 让它透明 如水晶 或钻石 只剩下清静 脱离一切污垢 无论外在的新冠病毒 或内在控制人心的 贪嗔痴 发脑病毒 使人类互相误解 冲突 杀害 打仗等等 让世界 转换进入 戒律和道德 高尚的 新时代 人类 心中的 清静道德 覆盖 传送 保护世界 是世界 超脱 不清静的一切 当我们的心 已经平静 快乐了 那现在 请每一位 慢慢地 张开眼睛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来看今晚的内容 命运的转折点 先强调出界国王的纯奇故事 属于法圣师父梦中梦的知识 请大家开开心心的听 听成纯奇故事就够了 经历了这次的战争 给出界国王的生命造成极大的变化 出界国王此次使用最严厉的方式 来对付西南国 出动军力降服西南国 解决了两国之间的冲突 出界国王之所以出此下策 可说是万般无奈 也感到伤痛 出界国王本性爱好和平 并不好战斗 因此也很不愿意动武镇压西南国 善良的天性 悲闻西南边境的百姓 尽受抢劫七零之苦 经多次谈判与协商的失败 为行事所逼迫 而别无选择之下 不得不做此决定 以武力制服西南国 有战争必有伤害 基于此情况 出界国王对分分 扰扰扰的世间生活 感到疲惫与厌倦 或者说 对一国之中的国王身份 感到厌烦 身为国王 在世俗生活中 被受万民尊崇 敬仰 享尽一切 富贵荣华 华丽精致的生活乐趣 绝非一般的普通人 所能想象 然而出界国王的 尊贵生活里 所得到的快乐 已经不是他对人生的追求 而是正在求所某个答案 假如普通人发生问题 一般人 大多数的人 就会 怪天怪地 你的问题 另一种人 是我的问题 怪自己 或者 另一种人 是他的问题的 不过 出界的国王 或者是 菩萨们 假如发生问题 要面对问题 处理问题 解决问题先 面对处理 解决问题过后 再来思考 菩萨的想法 就会回想到 人生的目标 所以出界国王 就问自己这个问题 人生的目标是什么 到底 到底 生而为人 有何目的 应该不是为了 当上国王 大战后 西南国 很聪明 很聪明哦 这位大臣 一看到 出界国王的表情 就知道 国王的感触了 虽然 国王本性 非常善良 与慈悲 从未想要伤害 任何人的 性命 但国家 一旦发生 战争时 国王有义务 守护国家 与百姓 如果 不镇压 西南国 百姓 将承受 更大的苦难 况且 会带来 更严重的 破坏 与后果 不久之后的一天 来了 出界国王 突然 召令 这位大臣 来觐见 这位大臣 观察到 国王 今天的 身态 大有不同 本来是 很 沉默 今天就 特别的 开心 之前 一大段 十日 国王总是 心事重重 沉默 寡言 今天 是有 特别 开心的事 一少过 一少过去 沉浸的样子 这位大臣 暗自猜测 看来 出界国王 必定遇上了 吉祥的事情 正当这位大臣 在思考时 国王说 今天 将带他去 见一位 重要人物 这位大臣 听国王 这位大臣 听国王如此 一说 内心 又 想了 近来 有一段 时日 国王 经常到 一处 森林 或许 国王 所说的 重要人物 就在 那座 森林中 我也 好 想 见一 见 这位 重要人物 森林中 的 重要人物 过后 这位大臣 跟随着国王 一同出发 进入 森林 地带 路过 重重 高山 森林 那是一个 相当 难以 进入的 山区 丛林 继续 深入 森林之后 来到 一个 村落 小城 还有一所 古代的 寺院 坐落在 静谧 清幽的 森林里 国王的 车队 抵达 那所 森林 寺院后 下令 诸 守卫兵 在 寺院 外围 休息 接着 带着 这位 大臣 去拜见 那所 森林 寺院的 大长老 这位 在前 尊佛陀 时代的 大长老 即是 今世 我们的 詹 孔 诺 永 老 奶奶 诶 真恐 诺 老奶奶 的 姓 名 呢 真是 名字 因为 泰国人的 名字 在前面 姓 在后面 所以 真是 真是 名字 恐 诺 是 姓 那 真 老奶奶 的 名字 呢 大臣 意思是 越亮 恐懒忠 他的姓呢 意思是恐懒 卻 毛 呐... 法圣师父也有写过一首歌啊 谈到珍瑙 哪 哪 哪 我们来听一听啊 Sanmi K郁 素音 K那晚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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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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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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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